驚喜包 竟然有龍蝦卵 我很好奇它拿出來是怎麼樣的 來啊 第一道完成 膠質都出來了 而且它直接就是在你撕開上面就是鰻魚 你們好我是艾琳 我是毛巾 我們今天要來做年菜開箱 登登 就是我們現在非常大的這一盒喜氣洋洋 這一次我們要開箱的是 上海鄉村的年菜 因為它其實是在台北仁愛路那邊 就滿有名的江澤菜 因為我覺得它的包裝 包裝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裡面一定是滿厲害的 它其實已經在仁愛路那邊開業35年了 然後它創辦人就是從無錫那邊就是 在那個二戰那個時候年代飄洋過海 它來台灣的時候就一直很想念那個味道 後來就開餐廳 然後這兩年呢 它們就有出這個冷凍年菜 登登 它包裝很好耶 因為我這次訂的是五品的年菜 然後就發現說 一拿來就很有喜氣洋洋之外 還有送紅包袋 這個不能吃 Yuki已經迫不期待要吃了 那我們這次話不多說 馬上來開箱一下 它們這次五品裡面總共有什麼 首先第一個 已經被Yuki拿在手上了 是它們的紅包袋 就買這個五品 為什麼年菜裡面要有紅包袋啊 你問這什麼 你問這什麼 很多在過年前買的東西 大家都送紅包袋啊 蠻有質感的 你們看好看耶 如果裡面有錢就更好 搞不好有耶 首先第一道是這一個 登登 六喜豐肉 它就像是東坡肉的感覺 而且它其實分量不會到說太大 我覺得年菜對我來說最怕的就是 太多吃不完 然後像這種就是比較多油脂的 它做出來大概會是這樣 喔好期待喔 這是第一個 六喜豐肉 就自己在家不用燉東坡肉 它的顏色很漂亮 而且很下飯的感覺 然後下一道菜是這個 荷葉鰻魚卷 喔這個挺厲害的耶 大家不是就是年菜的時候 很常吃到那個荷葉米糕嗎 對啊 可是它是鰻魚 感覺有在吃鰻魚飯的感覺 不曉得就是 你們有沒有去超市看到就是 現在已經有在賣一些冷凍的那個年菜 我自己之前看的經驗啦 就是很多在成分裡面都超多的添加物 可能為了保存比較長時間 可以放在超市裡面賣醬 可是這裡面你看 它的成分 很少耶 就是原料耶 像我這個六喜豐肉啊 它沒有加什麼很多很複雜的那個化學添加物的 它就是豬五花蔥 中薑八角 冰糖醬油 醬油膏 紹興酒跟紅菇米 喔我覺得它應該是用真空包裝的方式去保存 它就完全沒有防腐劑之類的 其實年菜是這樣 就我們通常有兩種選擇嘛 一種是在買家裡附近的 那一種就是 我們可能五點去哪 它都煮好就是溫溫熱熱的這樣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買這種冷凍年菜 然後我還記得我就剛嫁來的第一年 那時候我們家是訂 我們是廚師做的那種外匯式的 對外匯 是現煮的那一種 我那時候第一年吃完之後我就 回房間跟毛巾悄悄的說 下次我來訂 你還記不記得我說我出錢我來訂 因為那種外匯式啊 它的好處算就是 你是不用再附熱加熱 但是它的問題就是說 欸你不能跑太遠 你車程大概15分鐘比較好 一個小時極限 一個小時就已經回來就要加熱了啦 對啊就是已經沒有這麼好吃了 但是冷凍年菜有一年就是我訂冷凍年菜 又有個問題 就是要在廚房裡面做很久 所以我好像有一次去年還前年 我就是也是買冷凍年菜 是滿好吃 但是我在廚房裡面搞了兩個多少 那個家裡的電磁爐那個爐味沒有 不夠多的話 你可能就會手忙腳亂 對啊 他們這次的年菜就是主打說 你我們全部附熱完只需要一個小時 所以我自己滿期待的 大家就會來計時 好然後第三個呢 是這個波士燉龍蝦冷麵 欸我覺得他們這個是創意年菜 我都吞口水了 有點好吃 我很少看到就是龍蝦是配冷麵 一般都是冷盤 對 對就是那個冷盤嘛 就是有龍蝦肉 然後配一些假鮑魚片啊什麼的 四等份的那一種盤 可是龍蝦冷麵看起來超讚的 它的冷麵它的調醬不是那種法式調醬 它就是用紹興酒 花雕酒 枸杞當歸 這種紅棗鹽 喔感覺有點補喔 我覺得看起來都是走健康路線的 這是我們這次的重頭戲之一啦 砂鍋土雞湯 我跟你們講就是我去上海鄉村的時候 一定會點他們這種砂鍋雞湯 我覺得只有在這種江浙民店才喝得到 這種雞湯的味道 它裡面有個非常重要的材料 就是那個火銅 我的理解是精華火腿 喔它寫台灣豬肉 一個它真的很提香 我覺得雞湯這個東西問艾迪就對了 你喝低雞精 然後去外面吃飯的時候 你一喝就知道那個雞湯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沒錯 這個他們這次年菜有這個雞湯 這也是我這次整包裡面我非常期待的 因為我覺得整個年菜它的精華就是這鍋湯 他們其實也有佛跳牆的選擇 但是其實佛跳牆蠻常吃的 我就想要喝這個砂鍋雞湯 因為砂鍋雞湯要自己燉真的很麻煩耶 對啊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五品年菜要進到最後一個囉 年菜一定要有的年年有餘 越大了 寧香金鯧魚 這個的話就是標準品 我看到這五個啊 我覺得除了那個這個魚跟這個豐肉 算是蠻標準的年菜之外 我覺得其他三樣都蠻特別的 對他們就是這個買組合是最划算 可是現在這個時間可能有些人 你們已經選擇好年菜 已經訂好那種外匯的話 你就可以去單買幾個 喔啊他可以單買 對他可以單買 然後也都有特惠價 然後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先來試吃看看吧 我都流口水了 主打附熱時間是一個小時 我們就順便來計時一下 好好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始煮 OK 我們要做年菜了 你想要吃哪一道 喔 你是負責加油的那個是不是 好 好 很重要的角色喔 好 那我們要無情計時開始 到底一個小時內能不能上菜呢 我們還有要拍攝耶 好 我現在馬上就是先來把這個 這個盤子都準備好了 我先放這個豐肉 它還有那個荷葉 這個是荷香鰻魚飯捲 這個應該要用好 可是它鰻魚在滿哪一面的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耶 它滿運在哪一面我會餵 這很厲害的波士頓龍蝦喔 我很期待這一道 我很好奇它拿出來是怎麼樣 喔 這個麵 這個麵要煮 喔 這個是義大利麵的那個 鼻管 是義大利麵的冷麵 這怎麼會是義大利麵 這是麵線啦 喔 這是麵線 你認識喔 超不懂的啦 可是這個它有個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的冷麵的汁都在裡面 哇 所以我們在用的時候 要把它的雞 那怎麼我這集拍得這麼開心啊 因為等一下就很好吃 怎麼有點餓 Yuki在抱我大腿啊 它聞到了 Yuki想吃 Yuki很喜歡吃海鮮 Yuki在抱我大腿啊 這個大小也太誇張了吧 這個大小也太誇張了吧 哇 阿鳥味 阿鳥味 裡面這個汁喔 一定要倒進來 不要把它當成一般的冰塊 因為它就是冷麵的那個汁 它裡面還有一些 這個枸杞跟紅棗 然後我跟你們說 這個不用拿去蒸 因為它就是做冷麵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做其他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退冰 待會我們把麵煮好 放上去就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會不會是要在袋子裡面 先解凍倒出來也是OK的 也是OK啦 只是我們沒那麼多時間 好 先把它放旁邊待命 然後這個魚呢 它也是要用蒸的 只是呢 我們家沒那麼多電鍋 所以呢 我等一下會用這個 我的大炒鍋來蒸這個魚 黃金凝香魚 喔 你們看 這是一整隻耶 哇 這一整隻 這一整隻是這樣子黃金蒼 生鮮耶 超漂亮喔 它這個就不是煮好的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再加了 整隻 它比我的那個還大 糟糕 哈哈哈哈 裡面還有這個醬汁啊 它有附檸檬片耶 喔 不愧是那個香檸口味的 我那時候看到它外面的那個 我以為檸檬燒有自己買 沒想到它有附進來 對啊 然後這邊是它的特製醬汁 你這樣 我覺得這樣 我自己再加的我就是大廚了耶 哇 哇 然後最後呢 我要放這個 沙鍋燉土雞湯 我現在有點擔心我的那個土鍋 這個真的很巨大耶 這個真的很巨大耶 大家看一下這個比例 因為它這一套 這跟你的半身一樣大 因為它這一套 這跟你的半身一樣大 真的耶 對啊 這一套就是五六人份 我覺得它現在這樣很好 我給你們看 這是一個土雞 一整隻 而且是小的 它就是一整隻 不會太大 我跟你們說 它這樣子弄很好 因為我之前買過這種冷凍雞湯 它就是連這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超大的 然後你就很容易找不到容器來放 可是它這個就是這樣分開 我覺得家裡的容器都很有空間 搞不好可以這邊一個針 然後另外那邊用煮的也可以 就是如果說家裡真的沒有 這麼大的那個碗工的話 像我這個土鍋 它其實也是兩三人份的土鍋 也沒有到說很大 你看 一整隻雞 然後我們再加入這個湯 這我在想要不要另外放 我覺得放不進去 因為主要是這個 如果先解凍的話會比較好一些 對 但是我沒時間 現代的媽媽就是這樣子 完全不解凍 只要拿出來 我真的很討厭解凍 怎麼辦 怎麼辦 是不是要解凍一下 好 看來這個容納不下 不過像我這樣沒時間解凍的話 可以這樣分開加熱 現在媽媽來必殺機 真的 有時間的話真的還是解凍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就不然就是前天晚上拿出來退冰 對對對 不然你看我們的龍蝦冰沙 應該還好啦 等一下它去蒸就OK 好 我現在要趕快來蒸了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進行加熱的環節 蓋起來 來 等一下 等一下就有好吃的了 等一下 我們才過10分鐘而已耶 還好電鍋過多 我們現在14分鐘 雖然說是煮一個小時 但是我們現在都用得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滿鹹的 就等加熱的時間 還有蒸的時間而已 就看什麼時候先蒸好 等一下換這個 再湯拿去蒸一蒸就好了 對啊 欸 很鹹耶 我們現在幹嘛 現代媽媽 我們現在去陪Yuki好了 兩鍋熱好 再把它倒進來 餡料滿滿啊 我油菜來了 現在時間47分鐘 差不多耶 對啊 而且不到一個小時 我們幾乎都好了 重點是 還有加上我們拍攝時間 所以你們應該會更快 馬上來開的第一個 蜂肉 哇 哇 超美的 這個這個這個 超嫩 欸 你看 你有看到了嗎 你看到了嗎 咕啾咕啾 咕啾咕啾的 超嫩的感覺啊 然後我旁邊還有放一些青椒菜 燙一些青椒菜來擺盤 哇 有七塊 好美啊 第一道完成 而且你看喔 黃金蒼 我是對的 你在等的時間 檸檬都剛好退冰 這樣喔 檸檬剛好放下去 像我這種 懶得退冰的 其實它好像直接也可以耶 應該熟了吧 可以可以 可以喔 對啊 膠質都出來了 那我最期待的一道 哇 滾湯 滾滾雞湯 這個也超美的 好想要偷喝一口 美食家要偷喝一口了 太期待了 欸 幫我們鑑定一下 超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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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給我極高的評價 你知道嗎 我在台北的那個餐廳要喝到這一鍋 這個味道的話 一鍋一千七 你還記不記得 有有 就是我們就是那一家 在家可以喝到這個真的太感動了 不容易不容易啊 太好喝了 再偷喝一口 最後一個是我們很讚的 鰻魚荷葉卷 哇 超漂亮 鰻魚 而且它直接就是在你撕開上面就是鰻魚 哇 我都流口水了 好香喔 來一下 嘿 嘿 嘿 Yuki Yuki喝雞湯 我來喝點湯 Yuki一定會很開心 這個雞湯真的喝下去 我覺得這一整桌值得了 怎麼樣 好喝耶 超好喝 這個真的自己在家裡煮不出來 然後我最期待的其實是這個鰻魚 大家一起來吃吃看 然後告訴我們 這個是台北的江浙餐廳的口味 怎麼樣鰻魚怎麼樣 好吃很香 然後鰻魚很嫩 這米糕不會很鹹 而且我覺得它做成飯捲 就是不會說一整盤 然後一人一份的感覺 都可以分 這米糕好吃耶 好吃的 它不用挑刺 它刺也沒有很多 你看Yuki喝這個湯 喝到讚不絕口 它的雞肉啊 就是我們剛才打雞拿出來的時候 看到它是比較偏小隻那種的 所以很嫩 它土雞很有彈性 對 它真的是土雞耶 它不是那種白肉雞 哇Yuki臉睛都亮了 好Yuki這塊是你的 Yuki 好Yuki吃吃看 要幫它用小 這麼大 要幫它吃小塊一點 我幫它用小一點 它等一下就可以用手自己抓來吃 那你們今天很驚豔 驚豔 驚豔 可以還原的像那個餐廳大菜 不對 它本來就是餐廳大菜 可是真的很像你自己去拿去餐廳現場吃 怎麼樣老弟們 好吃嗎 好吃 入口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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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像冷凍 很不像冷凍加熱 這個 不知人間沒有的Bug 我替它吃 對 我們的龍蝦 你看連絞的肉都這麼肥厚 哇 不愧是波士頓龍蝦 而且它的龍蝦是已經有那個 造星酒的那裡面醃過 它龍蝦肉就是那個味道 不是那種乾乾的味道 好好吃喔 這個魚也很細 重點是那個醬汁 就是一般的魚啊 它可能那個人弄久了 它會比較沒有那種魚的味道 可是這個的鮮味是夠的喔 很鮮嫩 而且它的MVP這個醬汁 像泰色檸檬魚的那個醬汁 然後在家裡還勻 因為其它的菜口味比較重 可是這個魚真的酸酸甜的加上去 就畫龍點睛耶 我原本對這個魚是最覺得普通的 但是沒想到 然後它在這個五品的菜色搭配裡面有奇效 嗯 表現得不錯 嗯 表現得不錯 好 再試最後一個是我們的東坡肉 它已經都封住囉 喔 這是封肉 要把它撕開 沒錯 因為它這樣子很漂亮 對啊 滿滿的膠質耶 來來 咬下去 它一定要入口即化 來 評審 怎麼樣評審 有 有 有 OK OK 給過 這個皮如果不是入口即化 你就會覺得很肥 很油 很噁心 可是它這個皮就是很像 雞爪凍的那個凍 直接在嘴巴裡面劃開 這次的全部沒有雷耶 這五品都好吃耶 而且都很好賣耶 看起來又美觀 底部是軟骨 喔 還有軟骨耶 你知道嗎 很多這種東坡肉 它會很鹹 所以我剛才原本想說 完了我們這裡面沒有飯 是不是要趕快去煮的晚飯 可是我剛才直接一口咬下去 這個是你不用配飯 就是像我們旁邊有青江菜 你就再搭配一些那個水煮青江菜 就會覺得 欸 這個味道剛剛好 它真的不會很鹹 然後是那種帶有紅燒的那種甜味的感覺 它比我去很多餐廳點這個肉都還要好吃 而且它也不會說整個入口即化料就沒有了 而是它裡面還有底層一點QQ的彈性在 嗯 龍蝦 哇 哇 它肉在背面 它滿滿的 滿滿的龍蝦肉 你們看 哇 哇 哇 那是好漂亮 這也太豪華了吧 直接一撕就開了龍蝦肉 龍蝦肉 超有彈性 你不可以吃光 它彈有彈性 它不是那種粉粉的 那種冷凍很久的波士頓那種 它是很有彈性 嗯 很新鮮肉的那種 我再吃一口就好 反正我算兩個人 好 你兩個人分 不好意思耶 意外的驚喜啊 驚喜包 竟然有龍蝦卵 哇 而且很多耶 很多耶 哇 我第一次看到龍蝦卵 驚喜包 驚喜包 太珍貴了吧 不知道這是全部都有還是機率性的喔 反正我們就太幸運了 因為應該很難分吧 超少吃到龍蝦卵 你應該很少吃龍蝦卵 嗯 嗯 那是紹興口味 讚 細細的那種顆粒感 你好會剝喔 去熬喔 真的很厲害 會剝的在這邊 我把它附著再剝龍蝦 阿嬤你覺得最喜歡吃的是哪一道 其實都很有價值感 好懷念那一口 鰻魚 鰻魚我也覺得蠻喜歡的 東坡肉也很棒 真的高水準 讚讚讚 獲得南部長輩的歡喜 老弟你了 我覺得麵線跟湯最好吃 那個麵線真的超香 紹興的味道 Yuki你喜歡吃哪一道 Yuki你最喜歡吃哪一道 Yuki你吃幾個而已 他吃魚還有雞湯 就是我現在要把這個湯處理一下 我晚上要做雞湯粥 加個蛋 還不錯 雞湯 雞湯好喝對不對 對 還有那個魚也不錯 可是從你的盤子看起來 是龍蝦最好吃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全部了 真的五道都沒有雷 超讚的 而且我們六個人全部吃光光 而且我們家是屬於南部人口味也OK 對啊 就是長輩小孩都會喜歡的那一種 我覺得他是走那種精緻路線 六個人吃 並不會說真的很爆 其他的可能會那個 一大盤的那個油飯 我就覺得有點太多 這個算是精緻型 對不對 那你最喜歡是哪一道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鰻魚跟龍蝦 鰻魚跟龍蝦 欸真的很少見耶 那你猜我最喜歡哪一道 我猜你應該最喜歡 凍波肉跟雞湯吧 雞湯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你可能不會知道的 是那個魚 因為我覺得那個魚 實在太畫龍點睛了耶 其他的味道就是那種中式的味道 然後忽然間在了一個酸酸甜甜的那個 泰式黃金蒼 泰式黃金蒼 整個吃起來會覺得 對那個很影響深刻 然後因為我本來就是想說 如果說我試吃完 真的覺得好吃的話 就想要開團給大家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已經過了他們的鑿鳥優惠 但是呢 只要是我的團購 我絕對不會讓家家沒有優惠的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們拗 就是說 欸如果說我的觀眾 真的想要買的話 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優惠 結果你知道嗎 我澳道優惠比 早鳥優惠還好 不怪是 愛你 因為早鳥優惠的部分 你要買到很多 才有85折 可是我的團購優惠呢 是你們不管是買一套 還是買單品 都是直接85折 欸這樣很彈性耶 而且還有如果說你們點到那個 富貴烤方啊 跟豪華白燒 這是77折 現在就是可以在家裡 在過年的時候 就嚐到這個味道 真的蠻特別的耶 這個真的很推 那如果說你們不管年菜已經買好 想要加幾件單品啊 或者是還沒有買 真的可以趁這一次入手 那我們團購優惠的時間 在這邊 都有享有下面單品85折的優惠 而且呢 他裡面真的每一個都是真材實料之外 他的那個工真的很細 而且我覺得他回家 都處理超級方便的 就是只要加熱整一整就結束 他光網說一個小時 結果45分鐘 而且我們還有拍攝 所以真的只要你會加熱東西 這裡面的東西沒有難得 那也很開心可以把這個 上海鄉村的年菜推薦給大家啦 那如果說大家有興趣訂購的話 一定要記得在團購時間 用下面的連結訂購 然後這個是我的專屬連結 然後跑去官網的話 就只有比找鳥還要更不優惠的 玩鳥優惠了 所以要用專屬連結訂購才可以 單件85折 那在這邊就提前祝大家新年快樂啦 新年快樂 拜拜 這應該是聖誕節對不對 影片上的時候 還沒有到聖誕節 還沒有到聖誕節 沒關係 聖誕節快樂 都是紅的嘛 對 然後因為 然後因為如果說我想吃這個 好 先給Yuki吃 Yuki想要吃東西 沒辦法 來 欸 叫爸爸 爸爸 不好意思 爸爸 啊 還沒叫爸爸 乖 再給你吃一點 再給你吃一點 就是用米餅賄絡嗎 哈哈